四海为家 哪里才是家 生根发芽 看见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贝贝 来自多伦多 大家好 我是小溪 来自蒙特利尔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今天我们要聊一下 这几天火爆出圈的 善野老师 善野清赫子老师 对话三位北大毕业生的事件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跟踪这个事件 所以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有几个心情变化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开始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个事件 不知道这个反弹的节目 然后看到我的小红书账号 Miss Story 她故事里面 去年我跟新经典文化合作的书籍推荐 就是关于善野老师他的始于极限 就这篇笔记一下子就爆了 一夜之间来了上千赞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 现在已经上三千多赞了 然后我就知道 善野老师肯定是有新动作了 才发现原来是善野老师 对话了三位北大毕业生 刚开始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善野老师和这个女性主义 怎么一下子进入这种大众视野 然后还被广泛讨论 真的太开心了 觉得女性主义的春天已经来了 特别是可能中国现在发展到 现在这个阶段 女性的觉醒时代 可能真的已经到了一个 就一个质变的阶段了 之后这个事件开始慢慢发展的时候 我开始感到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看到一大批批评 全兮兮的那个舆论 开始铺天盖地 对于她的批评 主要是说一开始 她就问那个善野老师说 你不结婚是因为 曾经年轻的时候 是被男人伤害过吗 然后第二个是说 大家觉得她的提问水平 配不上她的北大光环 因此感觉很愤怒 我刚开始觉得 OK这样讲也没有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嘛 但是你越到后来越发现 大家对全兮兮的批评 开始从就是论事的批评 变成了针对她个人的这种人身攻击 比如说说她是北大交期 比如说她是什么 三个子宫对华一个大脑 就是这种 我觉得挺侮辱性的这个标签 我这时候就感觉已经很不舒服了 首先一个 我就觉得 如果一个人的认知水平 只有在这里 她问出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她的认知水平怎么样 跟你其实没有关系 她如果只有这个认知水平 她只能问出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好像 没有看清一个事情 你再高大上的标签 你再高的学历 或者是你拥有再多的财富 它都是不能代表 一个人她真正的视野 格局和认知的 就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之前 都没有想清楚的嘛 虽然她有 她是北大毕业生 但也不代表说 她对女性主义 有很全面的认识 然后也不代表说 她能够 在生活中 在婚姻中 没有一些比较基础的烦恼 所以当我看到 这种批评的时候 我就想到 就是说批评没有问题 但是不应该走到 网爆这个地步 就想跳出来讲一下 这个网爆 其实传统的女性主义 关注的点 我觉得大家可能 都比较熟悉的点 比如说是家暴呀 职场性侵啊 职场的工资 男女之间不均衡啊 或者是这种家庭里面 女性的无偿劳动 没有被重视 没有被尊重呀 但是我们进入 互联网社会之后 女性主义 它有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需要去抗争的 就是网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网络上 对女性的网爆 是远远大于 对男性的网爆的 我之前看到有个资料 它说有一个 叫做消除标签的 这个组织 他们花四年时间 分析了1900万条 推特的内容 然后这个报告显示说 仅在推特上 就有近500万的 有关厌恶女性的 这个言论 其中52%来自 女性推特用户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 我们在讨论 网爆的时候 女性主义 它其实是 努力的在这个新的领域 去消除这个网爆 这可能跟家暴一样 它只是换了一个产地 它的这个网爆 另外一个 也涉及到一个 厌女 就为什么在网络上 为什么在现实中 对女性的厌恶 会大于对男性的厌恶 这其实也是 回到最传统的 一个讨论 就是在父权文化下 不管是男性 还是女性 它其实在这个文化下 都内化了一种 厌女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思维 所谓厌女 就是说对女性的 一个厌恶 或者是鄙夷 或者是贬低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重男轻女 然后你也会发现 往往很多时候 更加重男轻女的 往往还是女性 这个现象就值得 我们去考虑说 有些东西 我们是不自知的 但是 它的确一直在反映出来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看完了那个 上野老师 他的整个反弹之后呢 我还是想说 上野老师真的太牛了 就是我看过 她的几本书 包括《史玉极境》啊 《业女》啊 还有一本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还有我看了 她的一些介绍啊 一些反弹 就是在我看了 她所有这些资料之后 我在听她这个反弹 仍然觉得受益匪浅 谢谢贝贝给我们分享 你的这个感受哈 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重新介绍一下 我们的贝贝女士 大家刚才听到 她自己有在深耕 一个小红书账号 叫Mrs.Story 她在里面会介绍 很多的先锋女性 她自己呢 也是积极倡导女性主义 我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看到这个事件 就是从开始到现在的 一个感受哈 就首先这个 上野千赫子 可能大家最近这个名字 频繁的跳在你的眼前 但是有的人 可能也不是特别理解 她在这个女性主义里 有多么高的一个地位 就是我所印象的 她有两件非常大的 一个出圈的行为 一个就是她在 应该是2018年 东京大学的一个 入学典礼上 发表了一个演讲 那个里面有一句 非常阵笼发聩的话 就是她对大学生说 也许今天你努力 将来可能会得到 就是不会得到 任何的东西 其实是挺醍醐灌顶的 一件事情 对于那些天之骄子来说 第二件事 就是刚才贝贝提到的 一本书 《始于极限》 是她和另外一个作者的 一个书信体的一个书 位列去年 豆瓣的读书类的第一名 你想一本讲女性主义的书 超过了小说 超过了明星传记 或者是超过了 任何专家的分享 得到了第一 当时我就先冲了这个第一 因为你想 大家都想看 这第一是个什么书 去看这个书 其实从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了解了 上野千赫子 然后确实 这次 这个上野千赫子 和北大这三个女生的 对话 让我觉得 非常的有趣 因为他其实他不只是和这三个女孩对话 就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后面还有更大的一波浪潮 是说上野千赫子 还和一个中国的男性的一个读书博主 有一个对话 然后这两个视频的一个反馈 就成立有个两 就两极分化 你知道吗 大家就拼命地骂那三个女孩 说你可能是身为北大的学生提出的问题 太就太low了 但是反而对那个男孩 大家都是一片鼓励 哇他好棒 他好体贴 他居然问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警示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是大家同样的年龄 只是因为性别不同 就采访一个 就是一个专家学者 会带来如此两极分化的一个东西 去反馈一下刚才贝贝说的 对于这三个北大女孩 大家去骂她 其实我试图去理解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成长起来 的小孩对于名校还是有非常深的情节的 就比如说从小说 你考北大 还是考清华 还是考地瓜 这已经是成了一个 像一个梗一样的一个存在 而这三个女孩 确实她们也在拿她们这个名校标签来吃饭 这个我们没说错 因为她说北大女生 其实都毕业十年了 还在说这个问题 就是她一开始可能把自己标榜的太高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 这名校经败完也不过如此吧 可是如果作为我一个女生 深深地去体验她的那个对方 体验她的感受 我可以猜想的是 她问上野老师的这些非常低诱的问题 可能真的就是她不明白的问题 她们是名校毕业 也许真的她可以解决得了科学的难题 可以解决得了什么考试 很会考试 很会学习 但是你说把她投入到 投到社会里面去 她就不受这些社会 对于女性的这个规训了吗 她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女生 全希希也说 我不能接受 我三十岁的时候没有结婚 我就不敢回老家 你想她说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只是问她说 她问说你不跟男人结婚 是不是被伤害过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个名校女生 三十岁不结婚 不生孩子就不敢回老家 这个问题 是她一个人的能力 能解决的吗 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感觉 她们自己在自己的人生 人生里面浮浮沉沉 说一开始 其实你说考上名校 肯定都是天智娇子 但是现在她面对婚姻孩子 婆媳关系的时候 她真的解决不了 她想逮着大师这根稻草 说大师你快来肯定一下我 如果你能肯定一下我 我会很高兴 但是不好意思 上爷千赫子老师的生活 可是太酷了 她现在已经 我感觉早就跳脱了 这些东西 所以说 我觉得三个女生 她要自己再去 更悟一些东西 她没有从大师那儿 得到对于她现在 这些特别具体的 现状的认可 但是一些 更形而上的东西 也是需要她们 慢慢去思考的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这个 就是说 她是北大毕业的 但是她是无法 以一己之力 去对抗这个 父权社会结构下 这种内化的文化的 所以当她问出 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 很多没有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 很多没有接触过 女性主义 或者只接受 一点点女性主义的人 她们会问出 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她们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代表了 大部分 可能处在这种 婚姻困境 处在这种 父权社会下的 女性困境 大部分女性 都会问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应该说 她批评她 为什么问出 这么低诱啊 这么愚蠢的问题 而是应该要问 她们为什么 北大毕业了 却还是会 在这个婚育的 这个问题上 非常的纠结 那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 不是她一个人 能够去改变的 不管是我们 从小镇出来的 或者是她 这种北大毕业的 我们都被网在 一个很大的 看不见的 父权社会下 很多内化的文化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就这点 是值得我们去反思 而不是单纯的说 通过网爆一个女性 这样子 并不能推进 女性主义的发展 反而是 与女性主义 是背道而驰的 并成一个 用语言去 网爆一个 女性的悲哀 而女性主义 现在一个 全新的领域 就是要 怎么样去 消除 减少 在网络上 对女性的暴力 而且其中 有一个点 是我自己 看到的 目前我在互联网上 看到还没有人 去分析这个点的 当时给我带来了 一点点的不舒服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这三个女孩 可能问到了 上野千赫子老师 就是关于恋爱 和恋爱脑方面的问题 然后上野千赫子 我当时感觉 她可能已经 有一点不悦了 她说 大家都是有恋爱经历的吧 难道现在 还要 我在这给你们 恋爱经验吗 因为我个人 其实我是对 这个多民族文化发展 都很感兴趣 其实 上野老师 是1948年生人 对于日本来说 她的经济的发展 和性开放 其实是要远远的 早于中国的 因为现在 比如说我们是做一个 给中国人听的播客 80年代 比如90年代 出生人的这些女生 你扪心自问问问你 你有非常多的恋爱经验吗 我问我自己 并没有 尤其是像这些乖乖女 一早考上北大的 从来都觉得 我应该值得是最好的 我只要努力 我就能考高分 但是到了婚恋市场上 她发现 哇塞 不是这样一回事 不是说我越优秀 我能配的伴侣 就是越优秀 然后是中间有一个谁说 他说为了结婚 我可能一年内 相了20次亲 你知道吗 所以 哎呀 那时候我感觉 有点残忍呢 就是说确实啊 我们是真的没有 很多的恋爱经历 对于那一代的女孩子来说 所以说 这就是 两国文化的不同吧 包括像 上野千赫子 他自己其实做的 所谓的就是 对于东亚这个区的研究 中日韩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是相同的 但是每一个国家 具体的东西 还是有很多 是不同的 我们要去理解和发展出 更适合我们自己的 女性主义的 这一条路来 你刚才讲了恋爱嘛 然后我就想到说婚姻 我现在回观自己 以前 我说结婚的时候 有想过说婚姻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 比如包括生孩子 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看到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然后我就去这么做 其实是跟着一个 传统往前走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思考过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你的人生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我可以 问我们读者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和贝贝 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 他问了我一个 让我深思的问题 我们两个人都有女儿哈 贝贝说 你希望将来你的女儿 在20岁出头的时候 就懵懵懂懂的 就走进婚姻呢 还是要把女性主义 要学习一点 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也许就不走进婚姻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让我真的很难去想象 我只能说 把它交给我女儿的际遇吧 那我来继续说 我来继续说 就是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也问到我自己 就是贝贝说 你也问自己嘛 说如果20岁的时候 你期不期待说 有现在对于 女性主义的这个了解 那么你还会不会 像当时那么大胆地 去步入婚姻 去叫小孩 因为我和贝贝 我们两个人非常相似 就是其实我们 结婚都算挺早的 我是24岁半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28好像 那你比我还晚一点 对 就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经过 非常缜密的思考 只是觉得 别人都结婚 那我不应该不结婚吧 因为我也不是说 一个多么特立独行的女孩 就结婚了 我现在反思 其实当时肯定是 有不成熟的地方 但是怎么说呢 以我看了就很多历史的 这些著作来说 我们很难以你 现在这个十点的智慧 去judge 十几年前的自己 在那个时候 你认为你自己做出的 应该也是那个时代 最好的选择 所以说我们只能在现状上 把生活一点一点变好吧 你说呢 没错 但是我是觉得说 就像刚才那个问题 你稀不希望你的女儿 在二十几岁 看清这个婚姻的真相 还是说让她 门门都弄进去 这可能是我们 可以思考的 然后能够去影响 下一代的东西 就回到刚才 你说那个男博主 跟这个北大毕业生的 这个反弹 不是有两个反弹吗 其实我都去看了 然后看完之后呢 我也看到了 他网上的舆论 就是对女的这边 一片骂声 然后对男的那边 就是哇 一片赞扬声 但实际上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就是我看完女生的这边 其实她的那个问题 对我的启发是更大的 然后就算她是肤浅的 然后也是可能是愚蠢的 但是她的问的问题 反而让我思考更多 然后呢 她引出 就上野老师 她的回复 其实也是让我 能够受益更多的 然后男生这边 博主的问题 跟上野老师回答 说实话 我听完这个采访之后 其实 内心没有留下什么 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然后当时就想 这个网报 是不是涉及到 这个一部分的 业女的这种现象 以及 我想到以前 我做的那个视频 关于黄阿丽 黄阿丽她不是 做了一次脱口秀吗 然后她里面就讲说 说我们作为母亲 啊 什么家务也包了 生孩子也包了 养孩子也包了 反正什么都包了 但是只要出现一点点不好 别人就会批评她 而她的老公呢 什么都没做 就是去工作 然后回来换一次尿布 大家都 哇 好厉害哦 真是这个 好男人啊 这两个对比 会不会让你 有一些 这方面的思考 关于业女 关于这种男女不平等 对 我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采访 上野千赫子的这个男性 叫江湖举人 这个视频在B站上 是可以搜到的 这个男孩 其实我觉得 他蛮真诚的 他获得了 上野千赫子的喜爱 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 说哇 我很高兴 我能有你这样的读者 哎呀 当时我看的心里 有一点小唏嘘吧 他们里面 其实我觉得 这个男孩 非常可爱之处 就在于说 其实他很坦诚的 去跟上野聊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上野老师 我以前也做了 您那本 关于史于极限的书 然后底下很多人说我 媚女 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和艳女 相反的一个词 就是说媚女 就是我想去讨好 这些女性 来获得 我想要的所谓流量 也好 名气也好 当时上野老师的 这个回答太妙了 他跟他说 对呀 就是有红利 就是有流量 你也来媚女啊 你有本事 你也媚女啊 我们一起来 瓜分这个流量嘛 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策略吧 就是现在就说 其实我打不过 我打不过你 我不跟你硬钢 我跑还不行吗 但是至少我露面了 我 包括他自己这次出来 对话 他和戴景华教授 也有一次对话 只是现在视频 还没有出来 只有文字稿 也是一个 引起了争议的过程 就比如说 现在这次网报 说实话 现在互联网上 网报有点太多了 大众其实已经 有点麻木了 但是你说 他把这个话题 像一个海啸一样的 推到你的眼前 披头盖脸 打到你的脸上 至少引起了 像我这样的人 我以前可能 对于女性主义 就是看到这四个字 觉得 挺popular的 但是我看到 他的访谈 我会有兴趣 去读上演千赫子的书 去看他的访谈 去看哪些东西 可以改正 我生活里的东西 哪些东西 印证了 我现在已经在做了 我说没错 就是应该这样子 你说这是不是 一件好事呢 其实我觉得 也是一件好事 对吧 对啊 我是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也是挺感谢 这个传希希 他们策划了 这么一个节目 不管说 他的动机是怎么样 有些人 在网络上说 这个策划动机 是蹭流量啊 什么围女权 因为我们是局外人嘛 不知道他的动机 到底怎么样 但是从结果上来看 他这个事件 其实真的是 极大的推动了 这个女性主义 还有像上野老师 他的作品 能够进入大众视野 从这个结果上来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 你觉得对他们 非常非常感激的 是这样的 他们里面 还聊到一个话题 贝贝 我觉得这个 你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 在女性主义里 你觉得有鄙视链吗 因为这个也是 他们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我作为一个 完美的 优秀的女性主义者 我就应该是不婚不育 如果我婚育了 我就是瑕疵了 我当时看这个视频 然后他问出 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他们的女性主义 这个认知 真的是属于 可能还没入门的水平 就是你知道 女性主义 现在最流行的 一个观点 就是说 它是追求 对弱势群体的尊重 要去帮助弱势群体 你觉得它在里面 会有产生这种鄙视链吗 就是女性主义 它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 它虽然在追求男女平等 因为在性型的环境下 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 是弱势 但是现在女性主义 它其实是扩展到 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包括 对性少数的这个尊重 种族歧视 还有包括比如说 这种低收入人群 现在的这个女性主义 已经不只是说定位在 这个女性这个角度 它是更广义上 它是如果我们要追求 对弱者的尊重 那么是全世界的弱者 而不是说只定位在女性 现在的女性主义 其实是已经上升到 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 没错 其实我觉得 尚野谦赫兹老师 特别有力量的一点 就是在于 其实她作为东亚地区 就是相当于是 女性主义的一个 启蒙人的身份 她从来没有给出过 说具体的说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因为我摘了几个 她当时的那个quote 就是她的影 她那个话 我觉得特别有力量 我跟大家念一下 她就说 我心目的女性主义 是追求自由的思想 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 怎样都可以 还有一句是我认为的 女性主义 就是不要糊弄自己 如果你自己认为 我去找一个老公 嫁掉生孩子 这是我认为 我的一个使命 你这样去做 完全没有问题 我认为觉得 我不想结婚 我想独身 也没有问题 就是大家互相保证 一个尊重 在不糊弄自己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人生活好 不是很好吗 而不是说 你自己天天 不知道还怎么样 还天天去管别人 你不能结婚啊 你生孩子 你就不是女性主义了 我觉得这个 现在在我看来 就是非常荒谬的 一个事情 对 现在就是很多 就把女性主义 变成一种标签 然后变成一个 教条主义的东西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 新的一个思维方式 一个新的看世界的视角 就我想起一句话 一千个人里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是我想说 一千个女人 就有一千种女性主义 因为它是没有一个方式 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它是流动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视角 去追求我们想要的自由 我们想要的解放的生活 我刚开始接受女性主义之后 马上就成为了坚定的 女性主义倡导者 因为它不能马上解决 我的所有问题 但是它让我看见 以前我看不见的 那个父权社会 这张透明的网 就是你一下子就看见它了 然后你会发现 很多貌似合理的规定 很多貌似合理的传统 它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然后你看见 我们作为女性也是 同时作为男性也是 那很多无能为力的东西 很多力不从心的东西 它不是个人的 它是历史性的 文化性的 结构性的 然后当我们看见 这些真相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用什么的行为 去获取自由 这是我接触女性主义之后 啪 脑袋里有一个孔 好像一下子打开了 然后啪 一下子眼前 有一个滤镜就消失了 然后你就发现 整个世界在你前面的 那个样子是 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反转 然后这个反转 带领你进入一个 你不会自我厌弃 你会发现女性很美 男女的一个平等的关系中 你会看见一个很美好的世界 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当时接触完了之后 就真的是一下子就着迷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一个 新的一个自由 我后来去学习 包括我跟旁边的很多 高知的女性正在聊 你会发现 他们有几个非常非常 常见的误解 就是一个觉得 女性主义就是搞男女对立 第二个就是 女性主义就是 发展壮大以后 要把男人踩在脚下 然后第三个就是 女性主义 你们就是婚姻率低 育儿率低的罪魁祸首 就这些不管是男性 就连女性 很多女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对女性主义的偏见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听完他们的这些观点之后 下了一个小小的决心 我就觉得 我真的要去推广这个女性主义 第一步就是打破 他们对女性主义的这个偏见 刚才听你说的 我真的是 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 因为在一个东西的帮助之下 可以找到自我实现自我 那种感觉 想想真的是很美好 其实女性主义这两年 就像刚才你提到的 可能就是有她不太好的名声 就是大家给她起个名字 叫女拳嘛 就拳头的拳 就是有一些行为 可能做得过于的偏激了 就可能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印象 其实我们重新去复习 这个女性主义的定义 看上演千浩子老师 他给我们的定义 就是说女性主义 他并没有说 要让强者变弱 弱者变强 就是说我们追求一个 大一统的一个世界 而是说我们允许 弱者也有 以他弱的存在的一个姿态 因为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 在人体的结构上 我们女生确实天生 可能比男生就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对吧 我们在这个生理上 就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 提醒了我 就是说你不是聊到说 你最近那个食欲极限 那个帖子下面有一个新的评论 应该是一个男生评论的 说什么你们女性想取代我们男性 再等二百年吧 我就觉得呀 为什么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言论呢 因为其实你不觉得 把女性主义的这个主旨推广好了 对于男性也是一个解放 因为这个让我联想到了 前两天有一个江思达的访问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就是他以前是奇葩说的那个变手 然后他自己公开出柜 然后经常在公共场合 穿非常女性化的衣服 他自己就说 我用了非常多年 才去把所谓男性气概的这个东西 从我身上剥离出去 因为我从小长到大 我看到我身边的男性家长 他们在这个男性气概的要求下 他们不合格 他们活得非常的累 我当时一看 其实这不是和我们所谓想宣扬的 女性主义的这个视角是契合的 就是不是要用要求所有的人都是男性就一定要变强 女性就一定是要小鸟依人 这个东西是希望可以慢慢的演化过去的吧 就是有一个点是可以不断的去宣传的点 就是说女性主义它不只是能帮助女性 它其实更能帮助男性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很多男性也其实被这种 什么男性气概所挟持对吧 很多你表现出来一点点阴柔的气质 你就会被人鄙视 我们细评一下以前 为什么会有出去吃饭男性要买单 为什么会有彩礼 其实都是这个父权社会下一个表现形式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用女性主义 一步步去破除这种父权社会 其实对男性对女性 都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那贝贝我还想问 那整个在这个事件当中 还有没有哪些金句 或者是其中的哪个对话给你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嗯就是商业老师他说 真正一个良好的关系 应该是从母女关系发展到两个女人的关系 同时这个其实也可以引申出去 我自己引申的 我们的这个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其实也是要发展到朋友之间的关系 这样两个人他其实是平等的 是对等的 他可以进行一个 这个一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对话 那这样的关系里面 其实两个人他呢 都是很良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陪伴的关系 从母女的关系变成两个女人的关系 去进行一个平等的对话 多好的一件事啊 但是对于上一千号子来说 这个他说他可能是他一生的遗憾 因为他母亲去世的很早 在他已经懂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机会去跟他的母亲再和解了 所以说他希望至少我们这一代 可以你去试着跟自己的母亲去有一个更良好的关系 或者说我们有自己的下一代 我们还有自己的女儿 有自己的儿子 我们也要照着这个高领去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道理吧 没错没错 然后当时我看完这个反弹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 一个感动就是说 我就觉得上野老师真的做出了好多好多的努力 然后挣几十年时间去推广这个女性主义 真的造福了好多女性 可能是我的灯塔吧 然后还有一个感动的点 就是说我其实看见全西西他们 其实我也看见了曾经的我的那些 在没有接触女性主义 然后处在那些困境中的年轻时候的自己 我当时听他们对谈的时候 眼里还是有泪花 那就觉得看见想要去的方向 以及曾经来的那条道路 现在正处在中间的地方 特别想说姐妹们 都去认识一下女性主义吧 她是姐妹们的力气 哇 这个贝贝的感召感觉是真的 很有感情啊 确实是 因为你想 上野千和泽老师 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 她应该是比我们妈妈那一辈要大 比我们奶奶那一辈要小 你想一想 七十五岁的一个中国女性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 其实她 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国情的原因 并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 也没有机会去发展出来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看到像 全西西北大三女生这样 她们也是就像你说的 是一个在游泳池里扑腾的 想要自救 学会游泳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也想到说 你何苦去骂人家呢 人家都在三人出头 咱们千和泽老师都七十多都在这个领域 升更了五十多年了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的女性 还是有一些路 或者哪怕是一些弯路 都是必须要走的 你必须要受到这些的碰撞 甚至比如说一些辱骂 一些不被认可 我们可能慢慢才能走到 也许我们向往的 像上野千和泽那样的一个地步吧 包括其实在日本 她自己倡导了这么多年 日本也并没有说是一个 就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 只是说有人在插着一杆大旗 当你想follow这个路径的时候 你是有一个领路人在那里的 没错没错 好了 那么今天的关于 上野老师和女性主义的话题 就聊到这里了 插个题 我想问一下小夕 对加拿大的女性主义 有什么了解没有 各位女性主义爱好者 我们加拿大可真的是可以说 所谓是女性主义的天堂啊 不管这个天堂是打引号 还是不打引号的 跟大家讲一个像笑话一样的例子吧 就是说加拿大的国歌叫 All Canada 它里面有一句歌词 本来是说 女王照耀你的 它其实应该是孩子们吧 它说它英语里面用的是 sons 就是儿子的这个 然后在前两年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说为什么你只照服男孩子 我们女孩子就不需要被照服吗 结果加拿大就真的把国歌改了 它把那个sons改成了all of us 所以说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地方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你也可以说它是政治正确 矫枉过正吧 一个小笑话送给大家 用赛颜老师的一句金句来作为结尾 他说要说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那就是当你受到伤害 遭到不公的时候 他能够给你反抗的语言 给予你反抗的依据 那我提一个金句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不要糊弄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不管是过怎样的人生 信奉哪样的主意 不要糊弄自己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观点 想跟我们交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